4月24日首次公开赵斗纯的脸而引起反响的节目 在今天的播出内容中将一一揭露性犯罪者管理状况 并会见赵斗纯事件的受害者父亲和赵斗纯夫人听取双方的立场 据悉制作组在采访过程中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肇事者赵斗纯的家人和被害人纳因的家人在事发后搬离 经确认两家相距仅仅500米 而不久前赵斗纯的夫人又搬了家 还是据受害者家不到一公里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